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聊聊我们美国的选举之外 我们也聊一聊远在台湾的选举 应对我们很多海外的民众朋友打电话 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跟我们聊 希望我们就关心一下两岸关系的发展 首先我们感谢李先生上我们节目 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选举 美国年底有中期选举 台湾有地方选举 其实地方选举当中其实还都没有展开 但是台湾有一个选举 已经吵得沸沸扬扬了 那就是台湾的首善之区台北 台北市选举之所以大家吵得比较热 一个是它的分量够 台湾最重要的地方选举 另外一个 台湾现在在台北市的政治生态 也是一个和以往不同的地方 最新的消息 我看到的新闻报道 民进党决定不再和柯文哲合作了 民进党决定要征召 候自己的候选人 而不是说推出 他是要征召 也就是跟其他的县市首长的 这个候选人的选出是不一样的 其他县市是通过民调 有一些条件来整合出来的 这个不用 民进党党中要说我请李秉信来选 只要他个人愿意 他就候选人 为什么民进党 这个时候在台北市市长的问题上 要征召候选人 民进党里有很多人有意愿 为什么 其实我想你要了解民进党 你一定要先了解一个 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精于计算 所有东西都是计算好的 据说他们选举时候可以把票算到个位数 是 就是他们这个政绩好不好 或许没有那么重要 人民永不拥护他 或许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这个选票怎么选啊 这个是不是能够继续执政 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 他从在野党 从街头开始嘛 他已经尝到了那个执政的那样的一个甜头 他怎么可能把它放掉呢 所以我认为啊 这个民进党他说他们所有人的眼光是看在2020年的总统的选举 这只是个前哨战 所以这是他思考的一个主轴 跟他一个思考的一个逻辑的前提 你从他这个思考逻辑下去看 你对他的每一件事情都全都非常的清清楚楚 那之前为什么一直在传一个消息 说我要跟柯文哲合作呢 我想那个最重要的一个主轴是说 只要我能够把柯文哲压下来 不选我2020 反正台北市我也 我跟他选也不选 但你想是用台北市框筑柯文哲 我应该说用台北市换总统吧 OK 跟柯文哲换 你别2020别出来选 有点像分赃 分赃的一个味道 可以理解 那现在呢你可以发现到 民进党发现这个 其实选举本身就是一个 叫做资产跟负债的一个氛围 那这个在民进党的盘算里面 他觉得柯文哲拿进了民进党的资源 你说绿德会支持他 民进党对他有一个相捧 那甚至你看许多浅绿的这些选民 通通都把他的票压在柯文哲的身上 可是你要问资产 那负债呢 那民进党的负债是他两岸的关系 他对台独的一个坚持 他对意识形态的一个看法 那你对台独的坚持 意识形态的看法 两岸之间的这个矛盾 你可以发现柯文哲他拿进了资源 可是他不要民进党的负债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不要好的不要坏的 这一点惹恼了这个民进党 那这是起一 那起二是呢 这个之前柯文哲的这个民意啊 一直都在往上走 但是慢慢的好像这个台北市的人民看清楚 柯文哲好像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表态上面 他是两他是他是抢头草 他是两头草 他可以压篮也可以压力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中心思想 并不是这么稳固的时候 他的民调就开始之前这个 我们看新闻上有讲嘛 柯文哲上了这个广播电台 那他承认了这个说两岸一家亲啊 可能是他需要抱歉的一个地方 这两个抱歉啊 恐怕就把他的这个支持度 民调支持度就急速的就往下降 之前说到这儿 我就给请我们听众朋友问你一句 其实他你能够执政 或者说你能够选上台北市场 就是因为你有最大的基本盘 你既有蓝也有绿 两岸一家亲 其实这句话说的 还是比较中规中矩 他干嘛要修正这句话 其实对于柯文哲 尤其对这些政治人物而言 他们叫做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见蓝说蓝话 见绿说绿话 那当他说两岸一家亲的时候 事实上他是说这种 绝大多数人内心的心声 但是叫好一定叫做吗 大家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票会投给他吗 那个票真正会投给他的 是那些所谓绿营 甚至我们讲那个台独铁杆 有些人就是我宁可你柯文哲上 我也不要国民党上 我宁可你柯文哲上 也不要让那个统派能够有机会走上执政的那一条路 那是在两害取其亲的一个考量之下 他们选择了柯文哲 可是今天柯文哲当你把这个抱歉这两个字 一说出来的时候 这些平常在支持你对你有一个幻想的人 突然都惊醒过来 原来你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心胸宽广 没有颜色走在中间全部都可以包容 那么你在绿营的一个想法里面 他会发现这个柯文哲在许多的做法上 尤其他动不动就攻击这个民进党的一个执政 那对蔡英文有许多的一个挑衅 甚至动不动就说我要 报言不少 我要选2020年的总统来这个恐吓民进党 所以那在两项之下 你可以发现这个柯文哲的民调就急速的往下走 所以在这个时候民进党为什么要推出他自己的一个候选人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想要做一个歼灭战 叫一次性的来解决柯文哲的问题 也就是他看这个蓝营这个丁守仲的气势也真的不弱 那绿营如果他又推出一个超级的一个强棒 那两者夹攻这个柯文哲之下 如果柯文我想这个民进党他们一定把这算盘算得非常清楚 他认为柯文哲在这次选举当中一点都得不到好处 那趁这个机会啊 一果出切就把它给做掉了 把它给歼灭掉了 比如说你没有2020年的可能了 2018你都选不赢 那你怎么下去选2020呢 所以我觉得2018的台北市的选战会是一个 非常惨烈的一个歼灭战 看到底从2018之后 台湾真的有开始三种势力 蓝绿跟白的势力 还是你没有办法挣脱蓝绿相争的这样一个苛救 白永远没有办法生存的空间 恐怕是我们看台北市选举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力 你说台北市选举已经变成了一个指标性的了 也就是说有没有台湾第三党的空间 第三个声音第三个势力 第三个势力有没有那个空间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有一些朋友从台湾回来就跟我讲 说台湾现在即便是绿的人也不满意民进党 蓝的就不要讲了 但是蓝的里面很遗憾 也非常不满意国民党 似乎中间这一块 这个阵营越来越大 很多人认为说 现在台湾有第三势力的空间 所以台北市选举是个指标 对 是个指标 不是 我想请教您了 当年老布什在选的时候 有人说他亏在这个Russ手里 就因为他有个第三势力 但最终他也没形成 美国是两党是掐死了 我宁愿让民主党上 或者我宁愿让共和党上 我也不让第三党出头 这是美国的民主政治 这是一个他们的操作 今天的台湾 国民党跟民进党 何尝没有这个共识 有第三势的空间吗 其实我觉得人类思考的一个方式 永远是对跟错 好跟坏 是跟非 黑跟白 那是非之间有没有一个 不是不非的地方 黑跟白之间有没有一个灰色的场所 蓝绿之间是不是有一个 可以妥协的空间 我想在人类的一个思考方式 就看来看台湾人民的思考方式 你是否在思考蓝绿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叫做紫色的空间 红色的空间 还是说白色的空间 曾经有过橙色有过红色 事后都是烟消云上 因为人在选择事情的时候 两个极端是最容易选的 尤其你看电影的时候 你说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不管他剧情是什么 一讲好人坏人 你就看懂 所以那同样在台湾的这种政治的形态里面 蓝绿之间真的能够融得下另外一个颜色的出现 我觉得台北市的选举是蛮精彩的地方 也就是说不管柯文哲这一次 你要不要你赢或者还是不赢 其实很重要来讲已经不单是他个人的问题 也就是说要看一看台湾整体的民意 会不会发生一个 是不是在统独之外 对 还有一个第三者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的一个选项 我想大家会在这个选票上面去反映一个 所谓台湾将来的一个走向的一个趋势 从目前我看到就是我们在做节目的 今天的台湾新闻 他们认为说民进党会推出一个强棒 就是说是一个比较有号召力 比较有很强的人 在野党批评民进党说 你这个做法就是玩假的 其实你骨子里还是想支持柯文哲 你推出一个很弱的人 台湾选举中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叫气宝 那倒是你玩气宝 不还是柯文哲 或者说还是集中票员还在柯文哲 你说民进党是玩真的 还是玩假的 我觉得首先来看台北市的选举 选民的结构 台北市的选民应该是 台湾所有县市里面应该程度最高的 对 那你玩你打假球啊 我看不容易吧 首先你打假球反而你会打坏掉 我认为啊 民进党这次打的算盘是打殲灭战 应该是说他打 还会推出个强棒 对他是一个豪赌 OK 你今天柯文哲一打不下来 就像当初的这个马英九的太阳花血运之后啊 他会从那个转折点一直就往下走 那太阳花血运是国民党由胜而摔的一个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我觉得啊 台北市啊 是台北市会赢会输啊 你今天我认为 民进党一定会推出一个最强棒 那你这个最强棒都没办法歼灭柯文哲的时候 整个民进党的气势啊 就会大大的受伤 所以民进党背负着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他非赢不可 可是真的那么容易赢吗 我看没那么容易 其实刚才李先生已经说到了这一点 因为台北市选民的结构 民进党要想赢的话 不要忘了民进党赢了一次 柯文哲里赢了一次 其实很大程度上 都是跟国民党的失误有重大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